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绿色联敏 红色圣人 四级明镜推荐 蓝色可雪 绿色赠物 红色扬言 召唤式技能推荐进化 可选闪现 出装推荐 第一件冷却鞋 配合联敏符文10%减CD和蓝buff20%的减CD 直接能在4级就达到满减CD的状态 开启大招直接2秒一个跳 前期2秒一个跳是很恐怖的 第二件吸血书 吸血书配合明文和被动的回复 能让貂蝉的吸血能力爆表 减CD和生命值让貂蝉前期有一个质的飞跃 第三件面具 3秒一个被动效果正好和CD快 小技能多的法师配合 弥补伤害的不足 第四件选择极寒风暴 因为貂蝉需要蓝buff 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经常会被敌方控蓝 称CD让貂蝉不那么依赖蓝buff 并且提升貂蝉的生存能力 出了冰甲后 减CD溢出 就可以直接更换CD鞋为韧性鞋 提升貂蝉的生存能力 第五件挥月 金身效果能让貂蝉在团战中躲避致命激活 当避开锋芒后 就是貂蝉的世界了 最后一件装备可以视情况而定 如果对面没有做制裁类的装备 可以选择不死鸟之眼 让貂蝉的残局能力变得更厉害 反之则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保命装 技能介绍 被动 每个技能叠加一个标记 四个标记触发一次爆炸 爆炸会回复貂蝉血量和造成范围减速 一技能来回都命中可以叠加两层标记 二技能全部打中能叠加三层标记 一技能 丢出花球并收回 来回都会造成伤害和标记 两个一技能就能直接触发被动爆炸 二技能 会朝指定方向瞬移 如果身边有敌人的存在 会有三个花瓣跟踪攻击敌人 叠加三层标记 并且直接可以减少4秒CD 优先攻击敌方英雄 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貂蝉二技能还可以短暂让伤害丢失目标 大招 开启大招时会在地上形成一个圈 圈持续12秒 开启和结束时都会造成伤害和标记 并且貂蝉只要站在大招的圈内 就会加快一二技能的冷却回复 满CD的情况下 二技能在圈内可以做到一秒左右一个跳 小技巧总结 技巧一 首先要明确一个观念 玩貂蝉不能直进直出 一定要学会跳三角形 很多同学玩貂蝉 就是直线跳进人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而跳三角形的好处就是一直在频繁的拉扯战线 让对面的伤害没办法瞬间集中在貂蝉的身上 技巧二 理清楚了第一个观念后那就要注意 貂蝉秀的核心在二技能和大招 所以一定要确保二技能的命中率 如果不能跳中人 宁愿不要跳 如果单纯的拿二技能逃跑 CD最少14秒 最多是9秒 几乎等于放弃了反抗 如果跳中敌人 直接减少4秒冷却 很快就可以再次释放 减CD越高 二技能使用频率越高 在大招的圈内甚至可以做到一秒一跳 让对面完全无法针对 技巧三 知道了秀的原理 那就需要提升细节 增加秀的能力 当大家知道满减CD后 二技能在圈内能做到一秒一跳 所以就要非常注意开大招的细节 并非团战一开就直接开启大招 而是当自己感觉自己是团战中心时 再开启大招 尽量让自己的每一个二技能都在大招的圈内 或者能很快回到圈内 技巧四 当能控制貂蝉在自己的圈内跳时 想要衣袖几 就要将很多的小细节控制到极致 例如貂蝉二技能在跳的那一瞬间 是可以让敌方丢失目标的 这个效果技能描述里面并没有 但是实际上作用非常的大 并且是真实存在的 例如二技能是可以躲掉很多的技能 甚至防御塔的攻击 圈内一秒一跳 而且跳的那一瞬间又像是一个小无敌 所以貂蝉才有更多的机会去衣袖多 技巧五 所有的小细节和技巧都能灵活掌握后 那就给大家讲讲貂蝉的常用连招 如果你是想要留人 可以二技能接近 再放一技能开大招 这一套连招能直接瞬间打出减速效果 并且让自己能快速再次示范二技能黏上 顺序就是 二接一 大招 普攻 二 再接普攻 再接一技能 而貂蝉在团战中 自己的大招圈内 就没有什么连招可言了 忘记一切 你是谁 你在哪 谁在打你 你在打谁 不管 有什么技能放什么技能 但是优先使用二技能 如果一技能太慢 甚至不用放一技能 战容搭配 貂蝉是进场秀的英雄 所以很喜欢能提供功能性的辅助 例如蔡文基的加血 孙斌的加速和沉默 等等功能都是很好能和貂蝉搭配的技能 但貂蝉很怕制裁类的装备和技能 还有公本五脏的抵挡飞行道具 貂蝉除了大招外 所有的伤害都能被公本一技能挡下来 公本放一个一技能 貂蝉起码要费两到三秒 这是致命的 好的 咱们进入到正片 上一期我有看到很多妹子给我留言 林度你可以做一些女神英雄吗 作为绅士的我 就给你们挑了一个女神英雄了 贼6 这个也是我在录素材时 正好Angela Baby叫我带她玩游戏 我就随手选了个貂蝉 结果一玩就嗨起来了 那就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貂蝉 其实这个版本 貂蝉在法师里面真的不算强势的那一类 但是只要自己控制好了还是挺好用的 本来想给你们看和Angela Baby排位的那句貂蝉 打得蛮精彩的 但因为开局队友就掉线了 咱们全程一打五 坚持20分钟后还是输掉了 所以就被迫重新给大家打的这局素材 免得很多无脑喷的小伙伴就跳出来说 你输得输了还说个屁啊 貂蝉一级素杉二 比别人先到二级就能获得前期压制效果 二级貂蝉是很强势的 第一波线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提前走上来一技能挂上两层标记 第二个一技能就能收掉第一波线到达二级 那咱们还是回到游戏里边来继续给大家讲一下貂蝉 貂蝉的强势期主要分为三个 第一个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二级 为什么说貂蝉二级是强势期 因为二级 就是二级的时候你有两个技能 而你的二级是打中敌人之后 就会减少四秒钟的cd 所以说你在前期的时候 你的技能天生就比别人快比别人多 所以说咱们在二级的时候 两个一技能推掉一波兵线 就到达二级 然后过来直接到蓝马夫搞事情 这种时候搞事情 你千万不要怂对面 只要你的二级能保证 你是每一个二都跳到敌人脸上的话 那貂蝉在二级的时候 基本上是很无解的存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你不要去二级跟那种什么曹操呀 夏侯敦啊这种 就一二级就特别无解的那种英雄 去对拼的话 基本上是问题不大的 像这一局中单是那个达摩 然后中单是火舞 达也是达摩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跟他们对拼一下 还是没什么关系 咱们现在三级 开局都是给大家推荐了 就是你的联名 联名那个符文 就咱们在绿色这个名文上面 带的是联名 也说出门自带10%的减cd 咱们再做了一个cd鞋 就20%的减cd了 然后咱们现在上海拿一个蓝buff 二级去打一波架 然后抢到一个蓝buff之后 这种时候 我在三级的时候 我的减cd已经满掉了 也就是说 已经达到40%的减cd了 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40%的减cd 然后符文还有16%的吸血 那咱们前期就可以非常的怂 不是 千万就不要怂 就一定要非常的浪起来 就一定要发挥 你在强制期的一个作用 压制对面 像这个时候 咱们看到人就可以打 看到人就可以打 千万不要怂 而这个地方呢 咱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就我本来是想尝试一下 打那个鬼骨子 这个新英雄 就新英雄 他隐身了之后 其实是可以看到的 一点影子的 那咱们二技能 既然是一个跟踪导弹 就自动巡航的 那咱们也可以 我在 我可以看到这个鬼骨子的存在 那咱们可以尝试跳一下 看一下这能不能跳到 这个鬼骨子 我在第一次玩貂产的时候 遇到这个鬼骨子 所以我也尝试了一下 刚才是跳不中他的 所以鬼骨子在隐身之后 虽然你能够看到的一点影子 但是你的二技能 是不能判定到这个鬼骨子身上的 刚才因为一波错误的判断 咱们也是交掉自己的衣血 现在全队人头是3-5 那咱们自己的人头 就是两个人头 然后还有一个助攻 就是现在全场的人头 都跟我有关系 全部都是我带的节奏 拿到的人头 那咱们也就不要怂了 现在对于貂产来讲 咱们二级和四级的两个强势期 我都已经频繁的搞了事情 所以咱们这种时候 就可以继续来发育 等待第三个强势期 第三个强势期 就是貂产的装备时期 也就是做了吸血书 做了面具 做了飞月金身之类的 这种装备的时候 才是咱们的一个强势期 这个火舞跟我浪 那怎么直接把它收掉 这种时候就属于是 它比较蠢 就草丛有个机制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你在第一时间 打完人之后 你就直接钻草丛 不是瞬间丢失视野的 而是说你要在草丛里面 稍微等一会儿 等那个伤害作用效果消失之后 然后你的视野才会被消失 而刚才那个火舞 刚刚丢完我一把扇子 它就站在草里面等着 这个其实很蠢的 就是它在草里面丢的扇子 在草里面丢的扇子 然后所以说这个伤害效果 一直在我身上有存在 也说它还没有拖战 它没有拖战的话 它就在草丛里面 我是一直能看到它的 那咱们直接一个二线 就给它跳死了 所以这种比较蠢的行为 咱们也就不说了 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 左下角 现在我们队友 一直是处于一个吵架的状态 他们在开局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龚本和这个猴子 龚本和猴子 两个人在争打野 然后两个人本来是 一起带的承戒 然后后来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 一个人换了斩杀 一个人换了急跑 所以咱们这个全局 是没有一个人带承戒的 没有一个人带打野的 所以说两个人一直在那互喷 那咱们也是安慰一下队友 别闹 你们别吵了 只要给我buff 我让你们赢 所以说猴子也是特别逗的 给你来了一句 嗯不闹 特别特别的听话 然后我就觉得 但是我心里边乐呵了好久 好那咱们 其实玩貂蝉的话 你就是应该拥有这种自信 就是你拿到貂蝉 只要你自己不崩盘 只要你自己能够带起节奏 拿到前期优势 那你就一定要有自信 你能够带队友赢 因为你如果玩貂蝉 你自己就天生就怂了的话 那貂蝉就只能进入一个中后期 而貂蝉在中后期 他的容错率 根本没有前期一半那么高 因为貂蝉在中后期的话 大家的伤害起来了 或者说制裁类的装备起来了 所以说在貂蝉在中后期的话 他的生存环境是很堪忧的 哪怕你有进化 哪怕你有辉月金身 但事实上也不能帮助貂蝉 很好地在团战当中秀起来 貂蝉最好秀的就是二级 四级 还有当你做完吸血书 做完面具 这种强势的时候 咱们这个时候 队友在下路准备去干坑 那咱们一定要压一下 中路这波血量 如果我把中路这个 布置火舞的血量给压低了之后 布置火舞要么不敢支援 要么支援的话 那他也一定不敢跟我打 所以咱们这种时候 直接二级能越强跳过来 卡住这个布置火舞支援的路 然后咱们这种时候 在这个蓝buff 只用我们卡住 这个蓝buff的一个路径 那这个火舞就不敢去干什么了 哎呀这个地方好烦 这鬼骨子又隐身过来好烦 那咱们只能被迫打一下 本来我是可以 把这两个人 直接越强秀死的 但是这个不知道是鬼骨子 还是这个布置火舞 带了一个斩杀 带了一个终结 那咱们也没办法了 直接被一个终结 再加一把扇子给收走了 其实也没关系 就这种时候 我把我该做的 我自己能做的 已经做完了 咱们现在全队人头 已经是从 每一个跟我有关系 现在已经上升到 有两个和我没关系了 也是咱们队友的一个进步 那咱们也没关系 我们现在前期发育也非常的顺 咱们七级拿到了六个 六个相关的人头 应该是四个人头 两个助攻 而这个时候咱们这个 我觉得这个孙斌 应该是要死了 但是他没死 我们还是继续来拿到 自己的貂蝉的蓝buff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吸血书 还有面具 当我们做完这两件装备之后 貂蝉的第三个强势器 装备强势器也就到来 对于貂蝉来讲 开局咱们也分享了 非常多的小技巧 就是你要跳三角色 在轻蓝buff的时候 也是可以运用到 这些小技巧的 就是你把蓝buff 先一个二技能 或者一个一技能 拉到草丛里面 拉到草丛里面之后 然后再横着 斜着各种方向来跳 但是你如果直进直出的跳 那你就会跳出草丛 所以尽量走到草丛边缘 然后再跳回草丛 这样的话 你就是全程保证 在一个丢失视野的状态下 再打完这个蓝buff 咱们做完吸血书之后 现在有个小面具 也做出来了 那咱们现在就可以选择 过去干他一步 我一直在给队友 点一些就是 等我集合呀 或者说八起进攻的信号 就是貂蝉非常依赖 前期的团战 所以说咱们前期 能搞事情千万不要送 可以看到 现在孙兵帮我抗打 咱们直接往前面一走 而这个鬼骨子 把我拉到之后 咱们直接跳上来 二技能一技能接大招 这个就是我前期 给大家分享过的 咱们一些连招小技巧 当你需要留人的时候 你怎么去连招 然后这个地方 马上咱们又要 给大家展示一个 就是二技能去免疫伤害 让敌方丢失目标 这种时候 其实是比较偶然的 先来看一下 这波技能的复盘漫放 发挥貂蝉装备的强势期 前期打出凶悍的压制效果 当我们需要留人时 可以直接使用二技能接近 大招和一技能同时开启 直接打出被动爆炸和减速 并且可以直接 再次释放二技能 收掉不知火舞 回到大招圈边缘减CD 再次释放二技能 收掉鬼骨子 拿下双杀 当鱼姬赶来准备收割时 利用前面小技巧讲过的 二技能释放瞬间 可以让伤害和技能 丢失目标的特性 成功躲掉鱼姬被动和大招 第二个二技能 躲掉鱼姬致命一技能 撕血不掉 无伤双逼 怎么说这个偶然呢 也就是说 你在貂蝉的二技能 想要控制免疫一些伤害 或者说让敌方 丢失目标的时候 实际上没有那么好操作 也不是说有百分之百的成功力 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 起码你是有成功几率的 如果你不知道有这回事 你没有这样做 那你是完全没有成功几率的 对吧 这样说应该是对的吧 所以说咱们刚才在 发现这个 那个什么 鱼姬要准备跳我的时候 咱们直接看到他 就直接放这个二技能 因为我那个三分之一的血量 鱼姬肯定看到我第一时间 是放一个被动 然后再接一个大招的 所以咱们直接一个二技能 跳一下丢失目标 一技能没有打 就被动效果也没有打到我身上 然后他的大招丢失目标了 直接踢到了小怪身上 所以咱们这种时候 直接选择就是 在上路开花了 我们现在在中路 再带一波节奏 然后一个进化解掉 这个不止步舞的上跳之后 直接就可以把这两个人 头给收下 但是鬼骨子 你身跑得太快了 咱们也不用去追他 因为对于一个辅助来讲 我们根本没有必要 把他看在眼里 我们只需要把对面的C位 把对面该杀的人给杀掉 然后咱们自己发育好 我们尽可能的先以保命为主 然后咱们再想怎么去打伤害 而这种时候 看到这个达摩再加花木兰 花木兰是可以有沉默的 达摩是可以把你机墙上机晕的 而咱们现在又没有一个进化 所以说一定要 所有的每一次的行动 都是要以自保为主 我们来看一下慢放 准备打架时 冷静判断敌我状态 敌方是达摩加木兰 木兰有沉默 达摩有强控 而我没有进化 所以直接二技能开启大招 这样我如果挨打了 也可以有技能对拼 如果没有开启大招 那被控就直接被秒 当发现敌人要逃跑的时候 迈破绽给对面 再回头封针敌人 因为达摩和鱼姬一人一脚 貂蝉必被秒杀 当发现敌人准备反打控制自己时 一定要先以回圈自保为核心目的 不要只想杀人 所以每一个技能都思考之后再释放 貂蝉不死 团战不输 每一次的技能 每一次的释放 都是要先保密 然后再考虑打伤害 很多貂蝉在刚才那种情况 可能就是一二技能 直接就往别人脸上去耍 而且大招不会直接就开掉 所以说咱们刚才那种情况下 先选择最稳妥的方式 确保咱们是很安全 并且能够击杀的状态 咱们再去进行一个输出 而这个时候达摩看到我 咱们就每一次的跳跃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次的跳跃 就是跳完之后 减CD 然后咱们出塔 然后再跳进塔 这个样子的话 所有的塔的伤害 不是我一个人承担 而是咱们的孙病 跟着我一起承担的 我们来看一下慢放 追击时 一定手动拖弄一技能 进行走位预判 这样能确保一技能 来回都打中敌人 当敌方达摩赶来支援时 可以拉扯风筝 给大家讲讲塔下的细节 先往塔外走 再回头一跳 这样才能不跳进 防御塔的范围 但如果一定要扛塔了 那就跳进去 打个被动就出塔 再跳进去打第二塔 每一跳尽量在塔的边缘 这样可以很好地 让防御塔丢失目标 均摊伤害 并且防御塔也没法 叠加伤害 如果你是直接在塔里面 平凡地使用二技能 不停地疯狂追击 那你会发现 一顿疯狂操作之后 你自己没血了 你会被塔打得非常的伤 这个版本下面 那个防御塔的伤害 真的是非常非常牛逼的 尤其是在没有兵线的情况下 攻击速度又快 伤害又高 叠加伤害又高 所以说你的伤害可能是 你打的伤害 还没有防御塔 打你的伤害高 那咱们在刚才那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 平均地分摊自己的每一波伤害 而这个地方 不只会有一个被动 正好把我踢到 又是一个斩杀 连续两个斩杀 收走我两个人头 咱们现在全队人头是18个 我自己拿了12个 还有两个助攻 以后身上我有14个 和团队相关的人头 还有5个 是跟我没有关系的人头 说的 其实说貂蝉 说的那么复杂 那么多 其实最核心的一个点 就是貂蝉 一定要学会去跳三角形 一定要学会去放二技能 一定要学会 开大招的一个时机 因为貂蝉这个英雄 他更多的是在团战里面的操作 更多更多的是需要在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在团战当中的一个复杂漫画 也就是说貂蝉 他其实一个核心思路就是 怎么在线上不攻排 怎么去支援队友 怎么去在野区干事情 怎么在自己的强势期里面 给大家打开一个优势 这个就是貂蝉需要注意的 剩下的就是在你出完一些特定装备之后 怎么去运用这些装备 比如说你做完吸血术之后 你的吸血能力有一个大幅度增强 所以这种时候要学会去风筝对面 拉扯对面 利用吸血术回血牵制 然后压制对面的一个发育 然后如果你做完面具之后 你要知道你的伤害有了一个质变 而这种时候 你就可以去尽可能的去爆发一些团战 在团战里面 或者说在单挑上面 然后就利用自己的装备优势 打开一些爆发的伤害 打开局势 如果说你在做完辉跃之后 那你就是有一个精神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选择先行去开一波团战 当你做完一件装备之后 你就要知道你这个时候可以干什么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因为你这个装备 能给你带来哪些效果 而不是这个时候 二技能准备去追一下 这个不知火舞 因为咱们在刚刚那波团战的时候 也可以给大家回放一下思路 为什么我在刚才打完团战之后 看到两个人 咱们先是放了一个一技能 去逼了一下鬼狗子的走位 和达摩的走位 达摩后撤之后 咱们直接往两个人人堆面前去走 而没有选择去救我们的C位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装备和等级 还有咱们的优势 足够碾压两个对面的C位和达野位 所以说咱们直接碾着两个C位跑 而在你C位跑的时候 千万不要想着 你要去把残血的人给杀掉 而我的选择是 先杀掉那个血量更多的 先杀掉血量更多的鱼姬 因为对于鱼姬来讲的话 你是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魔抗装的 他的装备是 他的血量也是绝对比达摩还要更脆的 就是咱们第一时间 把对面的C位给秒掉 那剩下一个达摩 他也就是任人鱼肉了 咱们把那个C位秒掉之后 再去回头追那个达摩 当追达摩的时候 把达摩追死 把中路的线再一推 这种时候咱们都不用管 那个追我们顺便的花木兰 直接选择回头开启大龙 拿到大龙之后 基本上就是奠定这局的一个优势了 因为拿到大龙之后 貂蝉就可以更好的发挥他的强处 因为貂蝉的强处的 就是一定是打团战 那他在打团战的时候 之前你如果说没有大龙的话 没有主宰先锋的话 你打团战你可能会担心 打输了就被别人反推一波 对吧 但是咱们拿了主宰先锋之后 你打赢了可以顺势推塔 如果你打输了的话 主宰先锋还能帮你守住兵线 就是这种情况 千万就不要害怕你去打团了 咱们这个时候之上有会跃的 所以我们走位 站位也可以稍微靠前一面 靠前面一点 但当我们把对面的阵型 给冲散了之后 你可以发现 貂蝉这种时候再进场 那基本上就杀神的存在 根本没有人能够拦得住 尤其是咱们这种时候 拿到一个优势的一个貂蝉 咱们刚才那种情况下 其实没有必要像平常 很多人理解貂蝉一样 就是你一定要在团战里面 不要出去 然后就一直把你的伤害打到底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貂蝉只需要进去 把关键性的人秒掉 把团战里面关键性的输出 给打出来之后 你就只需要后撤了 因为当这个时候 你后撤的话 然后对面的所有的关键技能 你就只需要看着他 交在你的队友身上 当你看清楚了 对面的血量和站位 还有他的关键技能之后 那咱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输出 这个时候再跳进去收球 因为这种时候 你第二套技能 第二套大招已经就好 貂蝉的所有的核心伤害 一定是来源于自己的被动 一定要触发被动的话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二技能一定要确保 每一个二技能都跳在人的脸上 每一次二技能 都能减少4秒钟的CD 这个就是貂蝉的核心 而貂蝉还有一个最核心的点 那就是怎么去开启大招 怎么样让自己的每一个二技能 都围绕着自己的大招圈内 来跳 这个才是貂蝉的一个核心思路 好的那咱们这一期 自己带节奏 实力Carry碾压对面的局就到这了 单靠这一期 还不足以教会大家 貂蝉的所有事情 咱们之后还会像 韩信那个样子 给大家来一个逆幅貂蝉 告诉大家 貂蝉在场战中 衣袖多是多么的无解 我是你们可爱的骚灵度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又到了骚灵度老师 布置作业的时间了 关注新浪微博 Winter 灵度 完成作业后 转发置顶微博 并附加战绩截图 at我 晒出你的战绩 即可参与100元现金红包的领取 本期视频作业 使用貂蝉获得三连胜 并且伤害都在35%以上 上期完成作业 中奖小伙伴名单如下 请中奖小伙伴私信 联系我的微博领奖 多多留意你们的私信 说不定下一个就是 灵度来给你发红包了 非常感谢大家 每一次的收看和支持 骚灵度因为有你们 所以视频才会做得越来越好 每一期的视频 都不能完完全全的 全是一个英雄 所以每周星期天 我将会在微博 直播等地方 多为粉丝日 深度解析探讨本周的英雄 如果有任何需要探讨 或表达的观点 欢迎在这一天来找骚灵度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做的有那么点点用处 请帮助我们 传播给更多的人知道 每一个点赞 转发或评论 都将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这是属于你们的教学视频 我是你们可爱的骚灵度 我们下周教学见 拜拜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 了解到最新的视频情况 请搜索关注 灵度的新浪微博 Winter灵度 同时我还会不定期 在微博上面发放 QB及皮肤等福利 包括符文出装等图片 赶紧来关注吧 如果你看视频 还不关注微博 那就太low了 感谢观看